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太亚 所谓欧皇就是要白嫖 虽然皇爷这种在玩的不多 但免费嫖个紫怪还是很香的嘛 发现脚印 照片会是谁呢 一片一种红光直接纷绕 红军没想到吧 乖乖先爱一道再说 转点转到了无敌房 可对于皇爷或小提琴来说 只要技能打得准 就不怕求人者在要全 对不 乖乖跟我去椅子上坐着吧 哎 我去 这是冒险家 我都怕是个什么情况 你不以为我没看见你吧 给你个结果 直接打一刀快救人吧 工业的枪就没有开 在这个位置二流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所以嘛 直接闪现一刀打得过妙 挂飞的空军找到祭司 节奏还不错 换一个触手风走位 这一刀稳稳的拿下 想往木屋转点 踏到结束提前发号出手 你也给我乖乖趴去吧 祭司挂在了地下室 家没有人救 关于这种的新子挂 怎么说呢 效果还不错 这些相对于原本的效果 写在新子挂后更加明显 不知道 这算是个优点还是缺点呢 下半方出手先打一刀 想先好了 只要拉近距离 你就乖乖给我去鞋站坐着吧 有一说一 黄一只的距离倒是真的长 只剩下最后一个在蹲蘑菇的冒险站 黄一只有人还是很强的 毕竟用出手定位 可是屡是不爽的 嗯 扩头会在哪里呢 让我们来找一找 嘿嘿 找到了我不打 哎 就是吧 出手好了 帮你出手拍一下 再打一刀 求同思证 那大家觉得黄一只的新跨天 效果如何呢 快点去里面 告诉大家吧